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应该如何进行 在上一集的影片呢 我们其实跟大家提到 仲裁协议在仲裁当中 是非常非常关键的事项 在一般的情况 都必须要先有一份仲裁协议 才能够用仲裁来解决分争 也才能够取得一个有效的仲裁判断 进而去执行对方的财产 仲裁协议呢 可以是一个单独的合约 也可以是在一份组合约当中的 其中一个条款 它可以是在争议发生之前 就由双方当事人先来签订 也可以呢 是在争议发生之后 才由双方当事人 认为这个争议 适合用仲裁来解决 才另外来签署一份仲裁协议 这两种方法都是可以的 但无论是哪一种方法 仲裁协议都有一些非常重要不可或缺的必要条件 第一点 双方当事人必须要在仲裁协议当中表明愿意把争议提赴仲裁的合议 第二 提赴仲裁的这个争议呢 必须要是能够特定 而且是得和解的事项 才能够来进行仲裁 第三 仲裁协议本身是一个要事的行为 所以必须要符合书面的要件 才是一个有效的仲裁协议 在我们一般常见的纸本合约 其实它就符合了一个书面的要件 但除了传统的纸本合约以外 现在的电子商务其实越来越盛行 所以仲裁法某程度也已经放宽 它的规定在仲裁法第一条 当事人之间如果有文书 证券 信函 电传 电报 或是其他类似方式的通讯 只要能够足以认为 双方当事人之间有仲裁合议的 就可以视为仲裁协议成立 而且也不要求当事人一定要在这个书面上面签名 才能成立仲裁协议 在过去的职业经验当中 我们常常遇到的一个状况 是在签合约的时候 可能没有特别的去注意审慎的审阅其中的仲裁协议的条款 所以导致在合约签订之后 要发生争议的时候 才发现这个仲裁条款可能有些瑕疵 比如说双方当事人约定了一个不存在的仲裁机构 或者是约定把这个争议交付A仲裁机构 但是却是适用B仲裁机构的仲裁规则 那如果这个仲裁协议本身是有瑕疵的 就有可能导致后续还要花费非常多的时间精力跟成本 来处理后续所发生的争议 甚至有可能在一方当事人提赴仲裁的情况之下 他方当事人也去法院提起诉讼 所以可能衍生很多不必要的争议 所以我们特别提醒的是 在赚拟仲裁协议的时候 一定要格外的注意仲裁协议的要件 跟避免让仲裁协议发生任何的瑕疵 我们这边为大家准备了一个图 一般的情况 双方当事人先签订一份仲裁协议 然后纷争发生了 会有其中一方去申请仲裁 假如今天是一个机构仲裁的情况 就会有仲裁机构来收案 仲裁机构会先做初步的审查 假如认为这个案件是应该进到这个仲裁机构的 接下来下一步就是要去选定仲裁人 组成仲裁庭 从仲裁庭正式组成之后 仲裁程序就进入到了审理的阶段 在台湾一般的情况 仲裁程序的进行会比较类似于 我们法院开庭的这样的安排 也就是采取一个分散审理的模式 通常双方当事人会先去交换书状 在书状交换之后 大约每一个月左右 会开一次仲裁的询问会 在询问会当中 仲裁庭就会听两套双方的陈述 并且去调查证据 确认事实适用法律 那在询问会跟询问会之间 双方当事人也可能会再去提交补充的书状 从仲裁庭组成到做成仲裁判断 除非当事人另外有约定 否则原则上是六个月 如果仲裁庭认为这个案子特别的复杂 或者是在个案当中有需要延长的情况 仲裁庭可以再延长三个月 也就是在九个月之内必须要做成仲裁判断 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刚刚提到 其实仲裁是一个当事人自制下的产物 所以只要是不违反仲裁地的强行规定 其实当事人都可以自己来设计 自己的仲裁程序进行的方式 假如当事人有约定就依照当事人的约定 假如当事人没有约定就依照仲裁法的规定 如果当事人没约定仲裁法也没有规定 这个时候就由仲裁庭 他可以准用民事诉讼法 或是依照他认为适当的程序来进行 但这边有一点在看这个法条的时候 可能产生的误解 就是仲裁跟诉讼 毕竟他们本质上并不相同 所以并不是所有民事诉讼法的规定 都当然可以准用到仲裁程序 这一点必须要特别的注意 关于这个问题 我们在先前的影片曾经有提到 机构仲裁跟非机构仲裁 或者叫做个别仲裁或专案仲裁 它最大的区别就是在 有没有一个专业的仲裁机构 来管理仲裁程序 来做这些行政上的协助 在立法力上 有一些国家其实它是不承认 非机构仲裁的 但是在台湾现行的仲裁法 其实法律并没有严格要求 一定要有一个仲裁机构 来管理仲裁程序 所以不管是机构仲裁 还是非机构仲裁 这样子的仲裁协议的约定 基本上都是有效的 但是我国的法院 目前有些见解 针对非机构仲裁的仲裁判断的效力 仍然有所保留 所以约定非机构仲裁 并不是完全不存在风险 这一点在赚拟仲裁协议的过程当中 要特别的留意 在实务运作上 其实采取机构仲裁 对于仲裁程序进行的效率 以及仲裁判断 会有一定程度的品质把关 所以有很多的仲裁协议 其实都约定由机构来管理这个仲裁程序 关于这个问题我其实常常被大家问到 这也是大家密切关注的焦点之一 在国外有一些这个国际仲裁 由于它的仲裁地在国外 所以它适用的程序法则是国外的仲裁法 在很多的国家 其实并没有针对仲裁判断 在多长的时间之内一定要做出来 有去做一个特别的规定 所以国际仲裁其实很长的情况 是仲裁程序可能会长达一到两年 甚至仲裁案件如果比较复杂 可能两到三年或是更长 其实都有可能 那在费用上面呢 因为有很多的国家 其实也没有针对仲裁费用该如何收取 去做一个强制的规定 所以变成在这些国家呢 他们的仲裁机构会依照市场的状况 来自行订立收费的标准 在这种情况 这些国家的收费标准 就可能相对来说比台湾来得高 但是在台湾 我们有一个特别的仲裁法的规定 就是原则上在六个月或仲裁庭 可以职权延长三个月的期限之内 必须要做成仲裁判断 所以在时间上面 其实比起国际仲裁来说 相对是效率高出很多 另外在费用上 台湾有一个叫做仲裁机构组织 及调解程序及费用规则的规定 这个规定呢 适用在台湾的仲裁机构 他要求这些仲裁机构 必须要是以争议的标的金额 来做费用的收取 换句话说 收取费用的标准是固定的 所以在台湾 其实相对于在这些其他的国际仲裁 或甚至是相对于诉讼 他的费用上都相对经济 所以这一点 也是大家在赚拟仲裁协议的时候 可以考量的因素之一 那以上就是我今天所分享的仲裁Q&A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